解放军炮声响起 中美在黄海分出胜负 美利坚号疑似落荒而逃 中国奇高一招 大家好,我是香一黄 最近一段时间 美军派出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和韩国以及加拿大黄洁海军 在韩国西部海域举行了联合演习 说是韩国西部海域 但这只是换了一个说辞而已 其实就是在黄海海域 举行了联合演习 黄海海域大家都很清楚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加美口了 三个国家在咱们的加美口耀武扬威 真是其人太深了 我们面对这种情况 这次解放军也不再客气了 连续在渤海以及黄海北部海域 执行军事任务 很显然这是解放军 反制三国联合军演的做法 然而随着美日加联合演习正式开始 解放军这次加强了反击的力度 一天之内大连海事局以及连云港海事局 同时发布了航行警告 这也是史无前列的 尤其是连云港海事局更是明确表示 9月18号到21号这四天的时间 在黄海南部海域举行实弹射击 从最开始指示渤海 以及黄海北部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到入侵在黄海南部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解放军不断加码 用强硬姿态警告美韩家三个国家 表明中国不惜一战的决心 有意思的是解放军炮声响起之后 美军派出的美利坚号疑似落荒而逃 有网友透露 根据ARS传讯网的定位消息来看 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已经离开了黄海进入东海 我们说假设这条消息是真的 这就意味着之前被美国高调宣称 所谓的近十年以来 黄海最大规模联合军演 或许就结束了 毕竟美利坚号才是这场联合演习的主角 连主力军舰都撤了 这场演习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网友的说法 美利坚号在黄海的实际活动时间 似乎没有超过五个小时 他没来讲假如这是真的 那么美国之前大仗旗鼓的炒作的意义 又何在呢 难道派出一艘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 到黄海就是为了过来打个卡吗 或者是为了赔几张照片合影吗 实在是有点可笑了 我个人觉得首先美利坚号撤退 在这次的中美博弈中 中国算是其高一筹了 以实力积极决心让美国明白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好惹的 单干在中国近海药物扬威 美军必须付出代价 我人民解放军这种强硬的做法 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016年 中美两军在南海对峙 当时因为南海重残案 美国强行帮助菲律宾撑腰 派出了两大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而我国当机立断 解放军立即出动了三大舰队 直备南海和美军航母对峙 据资料显示 当时上舰的官兵 基本都做好了为国牺牲 所以纷纷写下了艺书 正是因为这种不怕死的决心 让美国精英阶层感到了畏惧 感到了害怕 关键时刻下令撤退 南海局势恢复平静 通过这两件事 大家可以看出来 美帝国主义就是支老虎 事实证明真要拼命 他们是不敢的 所以我们不用怕他 以后面对美国就一句话 要谈拿出诚意 要打奉陪到底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见